欢迎来到梦幻厨房在我家 我是任玲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超级无敌简单的傻瓜干面 傻瓜干面又称为福州干面 虽然做法真的很简单 但是简单就是美味 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芹菜适量,切成芹菜末 另外是日式酱油或是淡酱油1.5大匙 乌醋1大匙 面条看你喜欢粗或细都可以 要市售的或是自制也都可以 自制可以参考我自制手工面条的影片 油的部分很弹性 就看自己喜欢 像我老爸喜欢用冷压芝麻油或是香油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动物性油脂 比较香 像这个是我练低鸡精分离出来的鸡油 也可以自己练鹅油、猪油 都非常的香 像这个是我自制的猪油 有兴趣自己练猪油的 可以参考我之前影片的分享 不想自己练也可以买市售的 真的很害怕讨厌动物性油脂的朋友们 就请改用芝麻油啰 把芹菜切末备用 准备一个要拌面的碗 里面加上蛋酱油跟油脂 各1.5大匙 然后撒入些许的白胡椒粉 准备一锅水 准备一锅水 开大火煮到水大滚之后 加入面条 大滚之后呢 点入第一次的冷水 再次大滚之后呢 点入第二次的冷水 再次大滚面浮起之后 就可以捞起来啰 喜欢面体更Q弹的朋友 可以再过个冰水5秒钟 刚刚放调料的碗中呢 加入1大匙的煮面水 把调料给稍微的拌一下 放入煮好的面条 撒入芹菜末 我喜欢再加点青葱末 或是香菜末 淋上乌醋 防疫期间呢 多吃点辛香料 我喜欢加很多 有自制油过辣子 辣渣的朋友 甚至可以加上些许的辣渣 更对味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在线食谱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这期影片咯 YES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